寄居蟹找不到壳竟然用人类丢弃的电灯炮当自己的家 这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 新船儿童舞蹈团 团长赵新兰 为了激起更多人对海洋环境的重视 推出可不可以海洋舞蹈剧 剧中除了可以看到珊瑚白话 螃蟹性格转变 寄居蟹找不到家 同时也让民众反思自己随意丢弃的行为究竟对不对 寄居蟹痘痘不断挣扎 看起来好难受 因为身上的壳实在太小了 不过沙滩海洋怎么都找不到适合它居住的家 取而代之却都是被人类丢弃的瓶盖 灯泡还有垃圾袋 而且不止寄居蟹受害 珊瑚白话 螃蟹性格大转变 都是因为物食太多环境荷尔蒙所导致 海洋的东西污染的越来越严重 那前一阵子我又看到了 就是让我觉得更惊讶的就是 居然它背的是一个汤匙 塑胶汤匙就牛奶罐的那个汤匙 那我就看了一下 我好好奇 居然寄居蟹可以塞到那个汤匙里面 然后一个横杆这么长 就拖着在沙滩上这样子走 为了唤醒更多人重视海洋环境保育观念 团长赵新兰设计穿上各种塑胶垃圾的嚣张后 因为人类自私行为所带来的黑暗力量 将一步步吞噬美丽海洋 比如说汤匙 还有一些免洗仓块 还有我们的泡面 还有塑胶袋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的 可是这些东西呢 人类都没有想过 这些东西飘到海洋之后 其实会造成海洋性的污染 海洋环保的东西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生物 因为我们人类制造的垃圾 造成了海洋生物们的一个 除了身体上的危害 那环境荷尔蒙也会造成 它行为上的一些个异常 所以这出戏大概就在讲说 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用同理心 去对待海洋生物 多年来坚持做孩子看得懂的戏剧节目 新传儿童舞团长期生根 不但获得高雄市 杰出演艺团队殊荣 更得到社补团体支持 工艺包场让若是孩童 又接触艺术戏剧的机会 本来就很少有机会 进入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殿堂 那正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透过我们福伦社的组织 然后邀请他们来 正好给他们一个 有一个教育的学习的机会 知道什么要爱护地球 要爱护生态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沙滩 海洋 满布垃圾 塑胶制品的场景 你我一定都不陌生 但是该怎么挽救 找回过去的干净大海 跟着新船儿童母团 这出最新推出的 可不可以一起听听海洋的 美丽与哀愁 港都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 采访报道